台上的舞者靈活地擺動身子 歡快的舞姿帶動現場氣氛 展現古巴人的熱情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最大的夜總會 這樣的傳統熱帶歌舞秀 吸引全球觀光客前來朝聖 但這幾年隨著外來舞蹈風格 傳入古巴 吸引年輕世代 傳統舞蹈面臨生存危機 猪肉曼波舞 輪巴舞和騷沙舞 都是古巴最經典的拉丁舞形式 為了阻止傳統文化消失 當地團隊三年前成立了禁止專案 以教學古巴舞蹈為目標 招收四歲以上的女孩受訓 舞蹈老師打著節拍 從小女孩到青少女都拍拍站 跟著練習舞步 古巴傳統舞蹈 每週在哈瓦那郊區上課三天 專門精進佛朗明根舞 和其他當地傳統舞蹈的技巧 樂見傳統文化傳承 許多家長都積極幫小孩 報名課程 言談中充滿家長對子女的期許 禁止專案開設的舞蹈課程 每個月學費七百古巴批索 雖然折合不到台幣一千元 但如今古巴陷入經濟困境 許多家庭生活不易 舞蹈學費可說是一筆巨款 儘管如此 家長們依然認為 把小孩送去學舞是值得的事情 因為身為古巴人 有責任傳承古巴文化 公視新聞兩頁編譯 是一筆巨款的 不停留下 事實上是一筆巨款